大家好 今天是3月2號 星期二 股市今早本來是有一個反彈的 可是後來就一步一步都往下跳 等於說在29700.92水平 指數暫時來說 的確是很難再進一步推進 我們先看看那個指數 早點恒生指數先高開256點到29708點 曾經一度再輕輕地上升到29765點 相對昨天來說 股市在捷運分中是上升了313點 可是基督上來說 第一股市暫時來說 還是在一個漲股跟消化的階段之中 第二指數是沒有辦法進一步 重新回到20天省以上 等於說整個仿佛而不明的走勢 基本上是沒有改變的 好了之後有一點點的估壓 一步一步的進來 結果股市就一點一點的下調 到下午大概兩點左右水平 指數曾經一度是下調 四百九十五點到兩萬八千九百五十七點 等於說在這一分鐘是輕輕地跌卷了 上個星期五的低位 兩萬八千九百八十點 相對整個走勢來看 我覺得股市第一已經是 開始進入一個中期上升之後的 一個正常的消化跟政府之中 問題就是它的回調的幅度有多大 而回調的時間有多長而已 其實我一直說 從那個去年九月二十五號的低位 兩萬三千一百三十四點開始的上升 到今年二十八號的高位 三萬一千一百八十三點 半年之內指數是上升到八千零五十九點 出現一個回調其實來說也很正常 問題就是回調多少而已 那這樣子看吧 我們先估計股市需要回調升幅的三分之一 那等於說指數是有機會回調到兩萬八千四百九十六點 這個是錯誤地算出來的 這樣子看起來 恒生指數最終是會跌圈五十天線 出現一個明顯下行的信號 問題就是這個跌圈五十天線 我想這是技術上的因素 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不過當然再看看時間 經過六個月的上升之後 股市要是出現一個回調的話 要是四到六個星期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要是從二十八號算起來的話 四個禮拜當然是這個月的月中 要是六個星期的話 我想應該到月底了 那這樣子帶出一個問題了 九月份當然是一個先高後低 可是從去年十月份開始 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 整整五個月 股市都出現一個先低後高的走勢 好了 要是三月份暫時的高位 是今天的兩萬九千七百六十五點 而恒指暫時來說 是沒有辦法突破這個高位的話 很大機會 三月份的股市暫時來說 是會是一個先高而後低 問題就是這個月的波幅 到底下調多少 剛才我提到整個調整 要是回調升幅八千零五十九點的三分之一的話 指數是有機會看到兩萬八千四百九十六點 好了 要是相對這個月的高位 暫時來說是今天早上的 見到兩萬九千七百六十五點 要是這個月有一千兩百到一千三百點的波幅 不符是向下行的話 那低位在哪裡 用計算機一算就算得出來了 不管是怎麼樣 現在既然恒指數已經走在十跟二十天線以上 暫時來說投機方面當然還是要保守一點點 因為經過六個月的中期上升就要 要是有四到六個星期的回調的話 我想股市不會一下子馬上停下來再往上走 真的是要給一點時間給它 期間來說任何的不取 我想不要急也不要走得太快 好了 下午分析就收到這裡